大家很愛吳仔 大家很愛OK仔 那說些錢銀 又錢銀 李嘉誠 有人說他走資 又走資? 說到去越南 這麼誇張 我們研究究竟深入內容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你聽我們說話 你就知道天下事 我們之前教你 有沒有入初行 職業 誰最賺錢來的五年 現在正在做學校 這些你就知道 支持我們Patreon 最快就知道 沒錯 沒有廣告 今天講講成哥 成哥一直在香港 大家都記得成哥 曾經被人說 那些眼光很厲害 早就知道 這段時間 香港未必好 他就說 撤資 轉投英國 撤資 撤了什麼資 手腳 不是啊 資金的資 當然 一講資金 他講成哥四資 幹什麼呢 大家就會看他 哇 很準 李嘉誠先生 永遠 他們會捉那部棋 是相當之有軟見的 所謂的軟見就是 能夠好像一早動息先機 我先走 不好意思 你們還在那裡 蛤 他走啊 神經病 可能過多一兩年後 局勢環境又不一樣 他不是撤香港資產 他是脫出英國資產 其實有人就說 他去越南 其實有報紙 李嘉誠先生 把英國資金的部分資產 就賣了 然後再轉移回香港 回來香港投資 但是現在報紙又說 他又轉了去越南 那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似乎要學定不漏洞 他那邊買一條樓 越南是不是一個福地呢 不知道啊 我有朋友 我父母在那邊都有一個賭廳 是不是 不知道 他 他不知道能不能搞的 我不會的 我們看看新聞 他可能一個 始終一個城市去到某個地方 有個上限 是一個程度 我跟阿希哥說 好像我覺得樓又差不多 車位又不用說了 三百萬又說到 什麼都差不多 那你是不是有些地方 他有得起 你才有水浸腳呢 其實這個一個大問題 那另外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 報紙啊 講到美銀啊 就 據知將會將部分香港的人 或者他們的資產 的基地 轉移過去新加坡 麻煩啊 我們這幾天 先在講那個問題 香港啊 很多人才流失啊 很多人移民啊 有很多外國的資金流失了 接下來下屆 下任政府怎麼留人啊 這件事都是非常關注的 但是 講都沒講完 又有這些新聞出來 就是 美銀現在時候說走路 那就糟了 是不是對香港 投入一個 不是不明朗的一票呢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 他說 外資又有 美銀而已 美銀而已 美國銀行啊 是啊 其實 裡面很多 不同的 投資 又有投資的部分 我們都要去 看看 接下來 香港的形勢 如何留住人 你今天新聞有說 我們剛剛講完 沒多久就馬上轉新聞稿 說什麼 五月頭放寬 這個放寬 有沒有幫到手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報紙現在說到 美銀都走路的時候 就麻煩了 這麼多外國的金融企業都走啊 畢竟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林鄭已經很厚待那些摩根大通了 摩根的 他不是摩根 是嗎 是啊 沒有摩根 不知道啊 只有銀而已 只有銀 只有銀 現在哪裏報紙出來的 講到美銀那件事 就是說 我見Yahoo 香港Yahoo的財經版 就說 彭博社的消息 據知情人士透露 美銀現在 就會將一些交易 撮合部門的僱員 由香港 扔到新加坡 那段時間 新加坡的專才說 不要過來啊 你的專才 當然啦 整個公司轉移 那些就不關事了 一定是要做開的 都轉過去 這個消息 就說有人 所謂的 據消息人士 知情人士透露 亞洲消費者 零售投資銀行業務 聯席主管 就表示 以及一個負責地區 股票 資本市場的人 都會轉過去新加坡 那真可憐了 整個美銀扔過去 是不是呢 還是它只是一個部門扔過去呢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 因為我們早幾天之前 有一篇文章就說到 是關乎李家超先生 他們身邊的人 哇 那百多人團隊 說得很厲害 那些智囊 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之前他們說到 即是新特首 即是新的政府 將會有很多的挑戰 其中一個挑戰就是 外資機構流失 外資機構流失這個問題 你說扯哪有人走啊 又有說一下 是不是 一個美銀就已經走了 現在說到 他們說到國際金融中心 短期的人才 以及資金的流失 是會對香港大力的衝擊的 他說但是外資 即是這些機構撤離香港 才是嚴峻的長期挑戰 嘩 家超哥還沒上任 頭都扯爆頭 美銀而已 外資 是不是 嚴重啊 但是你看看李嘉誠先生 現在他說什麼 轉戰越南 轉戰越南 會不會是 不投資回到香港呢 其實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報紙 說到李嘉誠先生 他原先 他不是出售他們的英國業務 那究竟會不會有人說 嘩 他們將這些 資產 轉移回來香港投資呢 我看到一開始有報紙 曾經有說過的 我心想 李嘉誠 眼光這麼獨到 他放得下來的 過幾年一定好 香港 是不是 但是 現在不是 話分兩頭 他轉過去越南的時候 咦 那又不同的說法了 越南是否安全 你說到香港都說 治安什麼什麼 這件事呢 我們看很多不同裡面的事情 現在可以跟大家看看 究竟現在是越南 我覺得這次是不是 有一點點擺烏龍呢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我看到的 有一篇文章就是這樣說 你質疑誠哥的賺錢能力 我當然不質疑他 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 我就已經 你說誠哥擺烏龍 會不會擺烏龍 因為有一篇文章就是這樣說 他說中國越南已經不吃香了 是啊 那為什麼 中國 講到中國越南的工廠的吸引力 不夠大 是說成本 人工成本 以前我聽過說這個叫做 什麼呢 印度旁邊的那個叫做什麼 忘記了 尼泊爾 文加拉 尼泵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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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加拉 反而成本更低 其實大家從工廠的角度來講 因為你知道 內地人的經濟向好 人家都會賺多些錢 人工會向上加 不會仍是二十年前的價 要不然網友都不會 你們還在想 那樣少錢 人家都會賺很多錢 是的 我知道 所以同樣就遇到一個問題 競爭力的問題 現在我們講越南 報紙就說 越南都不吃香了 我們知道早幾年 有很多國際的大品牌都是越南設廠的 例如什麼 Nike 是吧 Nike 很多流行服飾的品牌 製造三副鞋物的地方 都轉了去越南設廠 所以近年 你買東西都看到有很多是 made in 越南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成本便宜 但是這個時候 李嘉誠先生 竟然轉了去 是不是他看到什麼呢 還是覺得有發展的前力呢 會不會有關係 越南 東南最早 放寬 通關的問題呢 是嗎 好像是 是嗎 大家經常都說 喝頭淡湯 喝頭淡湯 你對外 你接軌 對國際接軌 儘快可以恢復正常的時候 就是吸引外資來的 那李嘉誠先生 對越南來說也算是外資的 那他現在投資下去 那究竟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給我們不幸有肉講重 大家越快 開關 能夠吸納到的資金就越多 吸引到別人去投資的人越多呢 如果這樣說 你說移民 移民去越南 嘩 你頂頂順啊 越南 什麼胡志明市那些 只是吃那些發包的 是嗎 硬碎碎的 硬碎碎的嗎 還有什麼越南火車頭 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這些 我吃越南粉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究竟這期 李嘉誠先生 他之前報紙也這樣寫 說他賣了英國資產 大家都猜他 是不是轉投回亞洲 這個新聞 是的 真的 真的有其事 現在講到李嘉誠先生 他們的投資新動作 就說有傳出 旗下長江實業 和日本歐歷史集團 透過越南萬聖發集團 和胡志明市市長溝通 開了會 開會 說什麼 說投資 就說 鎖定了 李先生 李嘉誠先生 想投資的 基礎建設領域 究竟那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李嘉誠先生 最流行的是 第一件事 地產 第二件事 貨櫃碼頭 其實什麼都關他的事 你去到外國也不是 什麼都關他的事 但基本上他很有趣 你看到他投資的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日常生活都能接觸到的東西 你說威貨櫃碼頭 關你什麼事 來到貨 社貨 全部都是他們的地方 關乎 我們的市民 民生裡面 日常生活用到的東西 電話 電力 在外國也是 很多這些東西 說到說 現在由一零年開始 李嘉誠先生 將重心投資 由中國 轉到英國 他的投資項目 剛才就像我所說 貨櫃碼頭 港口碼頭 電力 天然氣 醫療 真是百足這麼多爪 這個市場的感覺 市場的感覺就是 嘩死了 你是不是打算掃整個英國回來 即是不玩香港 把這個李嘉誠 轉到英國 但是 轉回 轉過頭 他又撤出 大手賣了英國的資產 最近 傳出 用150億的英鎊 嘩 誇張 150億 英鎊 是啊 撤了去越南 賣了英國電網公司 並且 將這塊錢 是不是轉投到越南 現在就 大家研究一下 根據券商中國報道 李嘉誠創立的長江集團 已經將胡志明市定位為 金融技術戰略中心 並且承諾引進高端房地產項目 從住宅 辦公室 商業中心 娛樂 這些業務 除了金融房地產之外 基礎發展 都是詳實在越南的重點領域之一 他真的幫你建設越南 他現在是 是他 李嘉誠 他不是退休嗎 他是什麼 整個集團 整個集團 李嘉誠先生還是掛名的名譽董事 還是名譽顧問 搞果度 是啊 你想想 一千五百萬 一百五十億 大概一千多億港幣 差不多一千五億港幣 哇 一千五億港幣 夠不夠你用 香港人 當然是不夠 一個防疫基金都花了幾千億 那邊就很好玩 但是你放在越南 就誇張了 這個是非常大塊錢 大塊錢到他可以重新規劃整個湖摘 不要說整個越南那麼誇張 一個湖摘名市 你想想一千多億這些投資項目下去 你說一千多億而已 不是做到很多事情 當然我們明白 未必說完完全全可以 哇 立刻發展到整個很現代化的城市 但是對他們來說 非常龐大 已經是一個重大的投資項目 對吧 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潘文黎 就和各個部門官員 近日會見了長江集團 歐力士集團 萬聖法集團的高層 呼籲 以投資去改善 胡志明市受到疫情之後的經濟和社會重建 人家就很進取了 進取在哪裡 疫情? 你還說疫情 他們不說了 我們要考慮經濟 你們快點來 我們歡迎你們來 就是胡志明市 就是越南那邊 盡量快點吸引外資 希望他們用外資給他們的方便 改善他們的人民 改善他們的環境 不要說求什麼 你說會不會 越南被嘉誠哥搞搞 變成另一個香港出來的 我不知道 當然暫時都沒有這樣的能耐 但是問題是 你越來越多 或者李嘉誠先生都肯扔錢下去的時候 你看過去其實他不是很差 你看這張照片 越南有點像台灣 即是他有高樓大廈 是 他有一些都是家 他未到他窮到吐血 有的士 但是他需要一些外在力去幫他發展 而且這個地方有錢好辦事 我看過有些人買越南買老婆 說二十萬可以買到老婆 那他說是不是一夫多妻制 他說不是 行一夫一妻 不過 在窮鄉僻壤 你可以買賣的女性 然後說 只要你買得起 令人眼開眼睛 沒有人理會你 這樣嗎 這似乎是另一個天堂 有錢人的天堂 他其實也是 你想想 李嘉誠先生 一走下去投資 世界各地 他真的是跟著的 你看李嘉誠先生都沒有錯 你有錢就行了 你有錢 跟著他 隨我來 你來吧 胡志明是否拍攝手掌 會 越南 這個鼎鼎大名在香港 發跡 令香港可以風山水起 跟著你放出世界 他那些白粥那麼多 走的事業的資產 都非常之成功 他肯來投資 簡直覺得是 不要說是光榮 你明白嗎 有些真的有實力的 有些商家走來 去幫他們建設他們的地區 不是啊 只是純粹做和機環球電信嗎 不是啊 是基建 建樓 當然有人說 會不會在越南 做那些劏房 發水樓 什麼東西 農藏盤 不會啦 人家根據地方的特色 只是做什麼 做旅遊業 建酒店 做Villa 哇 你想想想 吸了很多錢 什麼叫Villa 就好像 那些怎樣說 一間屋 一間屋 那樣的 你想想想 好像那些小村落 那樣 裡面呢 就被人去住 去旅遊 你想想想李嘉誠先生 加上他玩網絡開 又有做網絡的 在那邊投資 將沙漢的引進入去 網絡的科技 他是不是算是放棄了英國 他本身是英國的 他也是 你看他英國 賣了很多資產 什麼英國電信發射塔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英國電網 以及倫敦 有五個商下 那你說 是不是完全賣了 又不是 但是他將 可能覺得 疫情影響到 那個地區的 升值潛力 以及他們的回報 英國 他沒什麼影響 他走共存都 大哥說打仗 大哥說 對了 歐洲那邊 歐洲打仗 打仗 朱家就是歐洲 當然 天然氣 通貨膨脹這麼厲害 對 還不走 趕快走 其實都是有一個 考慮因素 你說東南亞沒有通貨膨脹 全球都有 你們說的 神童都有 是 但是在這些未夠 完全是 未發展得完善的地區 或者國家裡面 這些升值潛力很多 等同內地 在90年代初 他剛剛經濟起飛的時候 那個外資是很吸引的 因為你想想 地大脈搏這麼多億人口 只要一人跟你買一元 你已經有十幾億了 人家在想這些數的時候 你人工又便宜 加上當時他對外資也是歡迎 歡迎你投資 用很多免稅優惠 低稅優惠 給外資吸引外商來到 這些 香港是借鏡來的 香港一早就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即是低稅率 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 很多做生意的天堂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連累 這些是連累 拖累了下來 李嘉誠先生 會不會 在眼看 你既然開放了 一個好地方 我就是跟你搞 嘩 搞起它 先隔靜 不要說什麼 搞好旅遊業 幫人搞好旅遊業 再幫人搞好你們的基建 房地產 貨櫃碼頭 越南都近邊 我記得 就是近沿岸邊 那 這件事是他拿手好戲 是 海港 海港 做多一個貨運業 供應鏈 不斷的 其實是有用的 你想想 如果他可以 做多一個貨櫃碼頭 做多一些港口碼頭 吸引到其他外國的工廠 經常都說 上海Tesla 對不對 你怎知道 Elon Musk會說 我業郎做多幾個工廠 你有港口 方便 李嘉誠先生做了港口之後 刺激他們當地的工廠 很多外資 紛紛轉型的 例如美國 很多英特2 Intel 不同的廠 全部都 日本 Canon 相機那些 Sony Samsung 全部走過去的時候 你想想 李嘉誠先生又是發達的 越南 是啊 他搞好他 是不是越南買回房子 那 行不行 買定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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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怕那些法律 你那邊買一轉頭 說不是你 不就是 那這件事我們不懂 當然不熟 你一定要跟別人喝茶 罐水 問問賭場 對呀 問問賭場 哇 講了那麼多好東西 是不是很棒呢 但是我看到另一篇報章 說到越南現在不吃香 為什麼呢 他說成衣製鞋的廠 全部紛紛都轉到其他地方 生產不吃香 對呀 生產線有些問題 是不是這件事呢 現在的成本是不是上漲了呢 我覺得 要看一下 因為原來報章說 之前在世界各地 有內地設廠的人 都轉到越南 因為成本問題 但是現在 說到這兩個生產重鎮 就是內地和越南 而說到越南 都是不再受歡迎 是一個叫做制衣和做鞋子的 為什麼呢 是不是成本上漲呢 甚至乎有些外國的品牌 都說要在歐洲設置 離開 那這件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說原來是關乎供應鏈問題 供應鏈危機 這是之前印度神童也有說的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 海港 海運 疫情影響到 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封 接著又說到越南 原來受疫情影響再封過城 這件事 令到外國的商家進退失去 沒有零件 我叫你生產 你整個城市 或者整個國家都停頓了之後 你怎麼讓我運送一些成品出去 那我就沒有生意了 那全部都倒閉 不行了 你今天又是這樣 明天又放回正常 下個星期又怎麼樣 這正正正就是在香港面對這個問題 正正就是前境不明朗 我不是說香港封 而是說你再收緊 那些行為一停 其他外國的商家 過來又要隔離14加7 那大家怎麼做生意呢 完全是一個問號 其實這樣說 其實不可以說 香港、英國 我不管英國 可能只是他打仗的情況,令他現在轉頭 香港呢,他都會繼續在一個基地 他又會有一些資金去發展越南 就不要想,他不是我們嘛 一千多億,對他來說是散資 當然啦 錢放在這裡,放在那裡 越南是一個會升的地方 我們不是說,很多人是這樣想 這裡不行了,這裡很糟糕了 不是這件事 問題是,我這裡又要,我那裡又要 其實你想想,李嘉誠 首先他有一半放棄了歐洲市場 即是部份撤走了,撤離 有些人就解讀他 走啦,他撤離英國 他將一部份的資金轉移 退出來做另一個投資 你可以說,香港他依然繼續是 你看到他也是李家超 顧問名單 但是他為什麼要來投資越南 其實他這個是再有機會 我報紙現在說 你供應鏈出現問題 越南曾經 你搞到很多外國的品牌 曉高波曬那些 全部都打算不做了 但是李嘉誠 現在重新跟你再做好一次的時候 吸引幫你,吸引外資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是正正的一個借鏡 是一個非常之 香港得天獨口 人家幫你,貨櫃碼頭 香港的貨櫃碼頭都建好了 一早就 你機場又有三跑了 又說測試完成又說什麼 那你所有事情是萬事俱備 正所謂指欠,指欠北風 這個北風是靠什麼呢 好像接下來的下限特首怎麼處理 究竟他怎麼再吸引資金回來 不像剛才說的 美銀那些又說要撤出去 轉去新加坡 他將人 他最大說是將那些人才 扔過去新加坡 益了人 這件事是最頭痛的問題 你在香港 你說不是,香港人 再培訓,再培訓 你殺人 你要多少年才可以成才 要多少年才可以 吸收到別人的經驗 要全部時間 不是說按鈕按鈕 金手指 就可以生出來 所以為什麼說人才培訓 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不是說沒有了 找下一個都找 這麼容易 沒有了李嘉誠 可不可以找一個李嘉誠回來 不行 李嘉誠就是李嘉誠 這些事情 不可能可以找得到他回來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下 把握個仙機 喂,那真的 二問到越南 我想說 立即要看看 二問到越南 看看越南現在什麼環境 當地物價指數 或者究竟有些什麼會 連登仔 沒有女 有些人說越南的女生 都不錯 又買回一個 有很多人喜歡吃越南河 一個不夠幾個 哇 當然 想你也開心 其實也好 如果這樣買賣法 那邊很多事業都可以 不知道 會不會搞到三不管 我猜不會三不管 管也是 但也會變得烏煙瘴氣 李嘉誠先生 會不會是下一個澳門 下一個澳門 當然他不在中國的範圍內 當然 但他在那些黃島獨 我覺得他可以朝著幾個模式去發展 怎樣 你可以用澳門的島的事業模式 跟著金融或者生產的基地 也可以參考香港的模式 畢竟都有 但你要有重點的城市 讓我做得了這麼多事情 現在不是他先跟你搞好基建 李嘉誠 先搞好基建 先搞好基建工廠 他如果行島就發達了 是啊 其實我應該不是行島 還未先行島 李嘉誠投資的全部都是 關乎工廠、物流等 工業重鎮 他幫你先搞好基建工業重鎮 工業 先行工業 工業哪裡可以的 工業? 不要說不行 有比拼 你的工業 如果你真的成為亞洲一個重點的時候 你那個地方 那些人工 GDP 提高很多 人民改善了生活 有錢有閒錢 到時候就放賭廳 你看 越南六大賭場介紹 Top 10 越南最佳賭場 博弈景點 越南的賭業是 世上幾個超豪華賭場 越南又有一間 越南的賭業也很厲害 是嗎 是啊 但是 我似乎要買一些樓 要過去 是不是跟他擺一擺墨呢 嘩 這樣可以想 看看越南移民 是嗎 哈哈 立即要做功課 那就大家做功課 看看李嘉誠先生是不是眼光暗讀到 好啊 下次再說 拜拜